Kevin Hance 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2007 年以前的事情是歸 Kevin Hance 管嗎 2007 年以前不管是檔案或者內容 應該都在英國倫敦大學手上才對 所以 Kevin Hance 會跳出來藍湖的這個動作 讓人覺得真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地方還不止這個 他整個過程中 充滿著操作的手指整個痕跡 不信的話你去看看惡觀三 精彩了 那些電子郵件的往來 這是寫的血淋淋赤裸裸 你看一群人真的是赤裸裸的在做政治算計 這個 Kevin Hance 被我告 民視賠償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提供不實的書面資訊給我國的註音外館 你作為一個 Legal Team 的 Manager 你應該知道法律的責任在哪裡 那個陷在什麼地方 結果你竟然提供錯誤的資訊 你提供錯誤的資訊害到我了 對不對 你就讓給黃偉最後起訴我 台北地方法院就通緝我 我後續就護照被沒收 所以這件事情有兩個大的部分是侵權行為 第一個就是我努力造成傷害的 對不對 那第二個部分呢 你對我實質上的這個權益上面 遭到了極大的傷害 一月二十四號 我們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Kevin Hance 他果然有反應了 他本來沒反應喔 我們寫信給他 他一跳 這樣對他不公平 而且台灣沒有管轄權 我的天 老天鵝啊 這是什麼法官啊 那我們就上訴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就直接給這個一審的法官打臉 把他發回一審更審說沒這回事 不過更生氣的事情發生了 發回一審更審之後 結果捷克你告訴我怎麼回事 結果後來呢 我們收到開庭通知的時候 眼一看怎麼搞的又是法官林偉環 我都傻了 不過沒關係 七月二十四號還是修渡會丟 而且我覺得我們應該問一下林偉環說 你覺得你這樣怎麼會不好意思 對不對 因為你一樣嘛 你在一審的時候不開庭 判我們敗訴 結果二審法官跟你講說 你這樣做不對喔 那我要是你的話 我鼻子摸摸 我就不要再審這個案 結果怎麼又是你呢 所以我覺得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看他要不要迴避 如果他跟張詠惠一樣 死都不肯迴避 閉著眼睛又幫我們判書 那我也認了 不過沒關係 那我們二審再戰 但是每件事情 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 放在二觀書裡面 我們開始要出二觀四二觀五 因為二觀實在太多了 我們要讓英國大英圖書館 跟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放不下 好 這個指標非常特別 後來Kevin Hanks呢 他願意出庭 願意出庭不是本人願意出庭 他願意委託律師出庭 這裡面有幾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請大家幫忙想一想 我們 The Ultimate Decoder of蔡英文's thesis scandal 包括由於意在內有很多大大 你們發揮一下你們的想像力 給我們一點指點迷津好不好 第一個 Kevin Hanks 竟然找了台灣 數一數二最貴的 而且一般被認為萬國是綠的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李綠是藍的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就是李綠的負責人是陳長文嘛 好 Kevin Hanks 竟然找了李綠的兩個律師出來擔任訴訟代理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個李綠的訴訟代理人好像是被雷劈到的感覺 他竟然寫了一個函跟法官說 對不起這件事情太衝突了 我們可不可以延後到7月10號再回復 意思就是說開庭前兩個禮拜我們才來回復 那為什麼要拖到開庭前兩個禮拜呢 他講的兩個理由 這兩個理由都很奇怪 他第一個時間已經久遠了 所以這個Kevin Hanks 一下子還搞不清楚狀況 他還要再整理一下 要花時間整理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Kevin Hanks 對於一個台灣的總統 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學歷 你可以講了這麼多掰法 你可以說出一個錯誤的 根本沒有發生過的口試的時間 你還可以掰兩個幽靈的指導教授 而其中一個那個 Michael Elliott 是根本就不該 沒有資格成為指導教授的 如果他是指導教授 那他也不該出席他的口試論文 這是規定 另外以他的年紀 以他的資歷 以他的學歷 他根本沒有能力指導博士生 就算他有辦法 那麼他的口試委員也絕對不可能是他 因為這是英國的學制的規定 因為這是英國的學制的規定 那你不就一路就開綠燈嗎 所以他要把這個 checks and balances 做到兩種不同的人 我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這個老師跟這個女學生之間有緋聞 他要照他 這種例子在台灣很多嘛不是嗎 最近黃國昌到底有沒有追過女學生 可能這事情不是周玉寇去指出來 黃國昌告周玉寇 結果周玉寇敗訴嗎 可能他要上訴嘛 對不對 這種事情在校園裡面蠻多的 所以如果在英國這種學制 你又不用休課 你又不用考試 你直接就是師徒的把手 手把手的教你 帶你寫完論文 那就一定要由指導教授以外的人來當口試委員 對不對 不然選手也是你裁判也是你 搞不好白天在一起晚上也在一起 那這個就太奇怪了嘛 所以這是英國學制的特別的設定 結果你Kevin Hens 呢 給我掰了一個口試的時間 Beautiful Sunday 又給我掰了兩個完全不可能的指導教授 Lenard Lee 是個刑法教授 怎麼去指導這個經濟 或者蔡英文講的國際經濟法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你貼了兩個名字 一個是指導教授根本不合格 另外一個是根本不搭嘎 他專長不一樣的刑法教授 那怎麼可能 所以Kevin Hens 你給我亂掰 那亂掰的結果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呢 那還用講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就要告他 結果李律的兩個律師幹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剛剛提過 第一個他說這個事情時間久遠了 所以Kevin Hens 要花點時間來整理 我說台灣總統的學歷這件事你會忘記 可能嗎 那第二個是你是常常在說謊嗎 還是說謊說到連自己都不知道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這種事情你怎麼會忘記呢 好第三點更特別的是 李律的兩個律師說了個謊 殺了個謊 這個呢我們是在查證當中 他說Kevin Hens 已經離職了 已經沒有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法務經理了 可是我們在官網上看到他還是掛在那裡啊 到底是哪邊搞錯呢 我們還在釐清當中 如果Kevin Hens 還在倫敦政經學院當法務經理 那李律兩個訴訟代理人幹嘛撒這個謊呢 目的何在呢 那如果Kevin Hens 已經離職了 果如李律的律師說的 他們兩個都離開倫敦政經學院 他離開倫敦政經學院 那不是更奇怪嗎 是倫敦政經學院要斷尾求生呢 還是到頭來他可以說 或者有其他的訴訟策略 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動動腦筋 為什麼Kevin Hens 的訴訟代理人李律的兩個律師出的狀子 說Kevin Hens 已經離開倫敦政經學院 而我們似乎側面看到的消息是他還在倫敦政經學院 我覺得這個有點不是很尋常 好那這場官司呢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現在我們先來講 這個損害賠償我們要求的是 被告要只付新台幣一千萬元 還有必須要在被告Champing Hens 你要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我實在不想登在自由時報 不要讓自由時報賺廣告錢 真的是一個 以前我覺得自由時報還蠻有道德勇氣的 雖然立場上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可是我覺得他們經常還是站在一個比較 互人權 或者是比較先進的立場 可是從民進黨執政以後 他們怎麼還是繼續當執政黨的打手呢 以前當反對黨打國民黨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因為媒體本來就是這樣 現在民進黨執政呢 還繼續打國民黨 打民眾黨 把他們給抹紅 我覺得這個大可不必吧 一個媒體成天在監督戰野黨 每天都在護航執政黨 這叫什麼媒體啊 好 那麼我們的這個廣告啊 還有不是只有這樣喔 在英國的我覺得 Kevin Hens 最剉的部分在這裡 因為你在英國的 The Daily Telegraph The Times The Guardian Daily Mall Evening Standard 英國的這幾大報登廣告 Kevin Hens 可能會 可能會要賣兩間房子 這廣告登下去可能幾千萬吧 好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要先來打臉一下這個一審 沒有開庭就判我們敗訴的林偉環 他說啊 台灣的法院不應該無限擴張我們的司法管轄權 意思就是說 這個案子我們應該是沒有審的理由 我們不能審一個英國人 他到底有沒有犯罪的問題 這不是笑話嗎 那更一審打臉了以後 發回到一審的法官又是林偉環 那你要做何解釋呢 所以我們的狀子呢 在很早以前我們就已經先堵住這個口了 我狀子當中啊我們的律師說 因為根據民事訴訟法 侵權行為涉頌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那麼這件事情的犯罪地點在哪裡 因為這件事情的犯罪地點呢 有一部分是在他的行為 這個做法的意思是說 只要這整件事情犯罪行為中有一部分是發生在某個地方 你就可以在那個地方提告 好那我們舉證的證據是 Kevin Hens 呢 他在犯這個民事侵權的罪的時候 他是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部門 當這個legal team head of legal team 或者manager of legal team 那這個倫敦政經學院本來呢 是屬於universe of london 就是倫敦大學中一個學院 在2007年之後才單獨獨立成為一個學校 叫倫敦政經學院 好 那麼 Kevin Hens 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經理 2007年以前的事情是歸 Kevin Hens 管嗎 2007年以前不管是檔案或者內容 應該都在英國倫敦大學手上才對啊 所以 Kevin Hens 會跳出來藍湖的這個動作 讓人覺得真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地方還不止這個 他整個過程中充滿著操作的整個痕跡 不信的話你去看看惡觀三 精彩了那些電子郵件的往來 這是寫的寫的寫零零赤裸裸 你看一群人真的是赤裸裸的在這個做政治算計 然後指路為馬 好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起訴狀 這個 Kevin Hens 被我告 民事賠償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提供不實的書面資訊 給我國的注英外館 這個部分就是 你就是提供 你作為一個 Legal Team 的 Manager 你應該知道法律的責任在哪裡 那個陷在什麼地方 結果你竟然提供錯誤的資訊 你提供錯誤的資訊害到我啦 對不對 你就讓給黃偉最後起訴我 台北地方法院就通緝我 我後續就護照被沒收 所以這件事情有兩個大的部分 是侵權行為 第一個你對我的名譽造成傷害 對不對 那第二個部分呢 你對我實質上的這個權益上面 遭到極大的傷害 你殺了博人 雖然捅了一小刀 但是博人因為你捅這一小刀呢 就併發而亡 所以這叫你殺了博人 博人因你而死 所以我們要告這個 Kevin Hens 的 就是這個 那這個是無心之過嗎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 我們待會再來講 他這裡面充滿了人為操作的犯罪痕跡 這裡面首先啊 我們的起訴狀說 Kevin Hens 把這些不是事實的東西 給了台北地檢署跟台北地方法院 然後外銷再轉內銷 出口再進口 讓台灣的輿論一面倒的認為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提供了訊息 證明蔡英文是真博士 這就是我們要告Kevin Hens 的原因 那麼這整件事情 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呢 因為這是民事損害賠償 我們上面寫了 他說原告的名譽權就是我 我的名譽權尤其是訴訟權 受到檢察官跟法官的雙重司法迫害 人格上也受到了政治司法迫害 而遭到了抹紅抹黑 在我們的起訴狀中說 特別是在精神上有重大損害 也有財產上的損害 只是我在這個名譽 民事訴訟當中 我沒有先提財產損害的衛償 我直接先談這個精神上面的損害 所以造成了我精神上面的重大傷害 要怎麼證明我在精神上有重大傷害 這個有趣的就是說呢 這個很多1450的817不是說 彭P嘻笑啊 這人嘻笑啊 那我就來找這些說我嘻笑的人 我叫他當我的證人 舉證我嘻笑啊 那我不就是因為精神受到太大的打擊 所以嘻笑嗎 那為什麼證明我精神受到太大的打擊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精神有問題啊 那不就把這些人找來 不就證明了嗎 對不對 好果然有問題 好 那這就是我的要提告的部分 還有更有趣的事情 在我們的起訴狀中 我們列出一個非常一級的錯誤 就是Kevin Hans提供給台北地方法院的 他不是提到說有278頁的這個報告嗎 結果在這個報告當中 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我們經過了幾番周折 在一審的時候呢 說不能亂告阿德華 你要告去英國告 結果我們到了二審的時候 高院就打臉了一審的法官 讓這個案子又發回一審更審 但是捷克神奇的是 更審的法官跟原來同一個 那我們就要看看二審法官打你臉的 種的情況消種了沒 好 那我們的起訴狀上面呢 就寫了很多洋洋灑灑的理由跟示證 我今天呢來揭露一個 Kevin Hans要怎麼回答啊 我的天啊 不要說找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你找魔術師來也沒有用啊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第一個 我們說如果蔡英文是1983年 或者1984年畢業的 那他的檔案怎麼會存在你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檔案室裡呢 因為1983或者1984年畢業的 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 好了就算你有畢業好了 2007年以前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是歸倫敦大學管的 所以他的相關資料呢一定會在倫敦大學 而不是在倫敦政經學院 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所以真正應該要擁有檔案的應該是在英國倫敦大學 好啦我就算你是兩校一家親吧 那到頭來我就來解釋一下囉 而為什麼我們去要求英國倫敦大學回應 倫敦大學完全不敢說話 一字個字都不敢講 倒是那不相關的倫敦政經學院 拼命在那證明說是是是有這個那個位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內神有一個外鬼 內神是誰呢 就是蔡英文的爪牙 外鬼是誰呢 被我們告的這一群人 這不是CAMS是第一個 以後面還有很多人 好 但是呢 這些人其實坦白講 害死了蔡英文 因為不提供資料還好 一提供就知道你是造假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自己笨沒有關係 你要找比你強的人幫你 而不是找豬班的隊友 像我知道自己智商不足 存款不足睡眠不足 所以呢 我的訴訟就會想像張靜李政華律師這種 比我聰明的人 偏偏今天蔡同學 搞了一個這個總統府魔術秀 黃重彥林家如還有張敦涵 很好笑的是戴著白手套 小心翼翼的把那一疊一疊的草紙 裝在紙盒子裡面拿出來 我們想說這麼小心啊 你是在這個翠玉白菜嗎還是什麼 結果要翻這一頁一頁的時候 竟然把手套拿下來 原來你要保護這個盒子不是裡面的內容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 豬班隊友啊真的要仔細的慎選啊 那我說英國倫敦政經學的法務經理 Kevin Hance 鬧了什麼低級笑話呢 來我們來看看啊 他提供給台北地檢查官黃偉的證據當中 有密密麻麻的說你看這件事情呢是在我的學生記錄表當中 我的學生檔案就是 Student File Student Archive 學生的這個資料檔案當中的第幾頁 這第幾頁是什麼東西 第幾頁是什麼東西 它有個對照表 結果發生一個什麼好玩的事情 2015年補發的畢業證書 還有2010年的兩份補發畢業證書 Kevin Hance 說 沒有這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清楚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基本上 如果說要區分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院的權責 應該是從2007年切 2007年以前屬於倫敦大學 倫敦相關的就是你是倫敦大學 倫敦政經學院是倫敦大學的一部分 2007年以後分家 倫敦政經學院變成一個單獨的法人 成為一個學校 單獨的學校叫倫敦政經學院 所以 2010年補發跟2015年補發 倫敦政經學院應該是知道的 雖然2007年以前的證書應該是 Same signature Same wordings 這是林環牆教授 在5年前的2019年的6月份就問出來的結果 但是2007年以後 倫敦政經學院是自己管自己的 所以 如果說 倫敦政經學院在這裡面有什麼角色要扮演 按理說是2007年以後才有可能 2007年以前根本不關他的事 結果這些低級的錯誤全部都在蔡英文的手上發生 因為總統府也好 蔡英文本人也好 從頭到尾都搞不清楚倫敦政經學院跟倫敦大學 他們的權力一無區分是怎麼來的 這真的是好笑 好 那麼這裡面最低級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 Kevin Harris 不是不斷的提供一些資料給臺北地解署嗎 還做了表格 我們的學生紀錄表278頁裡面 第幾頁就是我們的證物中的什麼什麼 第幾頁有關於什麼的表格 結果發生什麼事呢 結果發生的事情是這樣 1984年2月8號發生的事情 我先不講它發生什麼 就是說它的這個檔案是1984年2月8號的檔案 它的頁碼 頁碼在這個student file裡面的頁碼是69頁 大家記得咯 1984年2月8號這件事情 是檔案在整個檔案裡面是排第69頁 但是 1984年的1月23號卻排在70頁 什麼意思呢 1984年的2月8號不是應該在1984年1月23號之後嗎 那之後發生的事情是不是葉書會比較多 結果竟然倒過來 我再講一遍喔 1984年1月23號發生的事情是在它檔案中的70頁 可是 1984年2月8號卻是在69頁 後來發生的事情你應該在後來放進檔案中嗎 結果它把它給編倒了 意思就是說 後來發生的事情穿越時空在檔案裡面變成是 比較前面發生的事情 這種不可能發生的錯誤 這樣的邏輯啊 竟然被Kevin Hens 拿來做一個對照表 交給台北地檢署 你說這麼低級的事情怎麼會發生 而且不是只有這一件 後面一樣啊 在1982年11月22號發生的事情 它放在101頁 但是1983年經過了一年 嚴格講起來是兩個月 1983年1月19號卻放在95頁 意思就是什麼 學生檔案當中 它不是按照時間表排的喔 那是按照什麼排的 我們要這個Kevin Hens 好好的來解釋一下 也就是說 它先發生的事情竟然在檔案的後面 後發生的事情竟然在檔案的前面 這麼低級的錯誤 你說你會怪誰呢 你有這種諸班的隊友 那就不用敵人囉 也不用我來收拾你囉 你的證據就證明了你Kevin Hens 是說謊嗎 我就做個總結 一個學生他有278頁的這個學生資料 這件事情本來就很駭人聽聞了 一個人的學生資料怎麼會有278頁 好 那我們再回頭想一想 那這如果是學生資料的話第一頁是什麼 第一頁一定是註冊報導的相關資訊對不對 第二第三頁可能都是這個學生來報導了 這個報導的相關文件 278頁的最後一頁理論上是他畢業了 因為畢業以後 你的學生資料理論上是不會再增加任何東西的 因為你已經不是學生了嘛 所以一定是按照你大一進去或者是研究所 反正你第一天進去的應該是第一頁 後來陸續發生的東西你放在學生檔案當中 就是23456 等到你畢業的時候 如果有必要發生什麼事情必須寫在你的學生資料裡面 那應該是在最後一頁囉 也就是說這個時間順序的發生前後 跟你這件事情的文件入檔的時間 應該是同樣的順序 結果倫敦政經學員Kevin Hance 所謂的檔案式的資料 顛倒時空 找來多拉A夢來幫他整理資料 這是太荒唐了 我看你Kevin Hance 怎麼解釋 沒關係我考前先露題 你好好準備 告訴我為什麼後來發生的事情 在檔案中卻是編號在前面 而且不是一處 是好幾處 這就有問題了 如果你從頭到尾這種邏輯 你還可以蓋說 啊沒有啦 我們就倒過來嘛 先把近的放在前面 遠的放後面嘛 對不對 就像那個西部詩嘛 不是 山盡越遠 絕越小 便到此山大於月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你Kevin Hance 要怎麼解釋 先發生的事情 收錄在檔案的後面 後發生的事情 收錄在檔案的前面 而且持續的顛倒 難怪你的訴訟代理人 要多爭取時間 沒有辦法答辯狀 說要在開庭前的兩個禮拜 7月10號 以前才會完成答辯狀 那這幾天可能要想辦法去通靈 去把揹 關你怎麼解釋 這裡面犯的這麼這麼多的錯誤 我現在講的是其中之一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鉅細靡意的講 必要的時候我們就法庭決戰嘛 我現在講的是 我現在講的是 MING想不上 你會把揹災 不進去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會寫著 這個技術 不是很像 使用的 我們會這樣抵抗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